哈喽,大家好,我是Alton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DAE大额 大额是一款基于EPPF技术的Linux高性能透明大理工具 而EPPF是一个内核技术 允许在Linux内核中运行程序来监控网络数据包和系统事件 但不需要修改内核代码或者重新编译内核 显而言之,它可以提供内核级别执行自定义代码的能力 可以实现各种网络和性能优化的需求 它有点类似于脚本语言 只不过它是针对内核开发者的 常规的大领工具像X-Ray,SyncPod 用它们实现透明大领是在用户程序中实现的分流 也就是流量总是会经过大领程序 而DAE通过EPPF站立的使内核挂载流量控制程序 在内核阶段就完成了分流 直连的流量在内核阶段就直接转发出去了 节省了大量内核态和用户态之间切换和拷贝的系统开销 所以它的直连性能就会比常规的大领工具高很多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连接到VPS服务器 切换到路透用户 我这台主机是Debian 11 首先你需要确定内核版本在5.8或者是以上版本 我这台主机的内核是5.10.0-26 还需要启用IP转发 编辑内核配置文件 增加IP转发的相关配置 保存退出 使用System Control-P命令使配置生效 接下来手动安装大额 首先下载安装包 你需要下载适合自己服务器架构的安装包 这里的命令是下载X86-64位的安装包 通过WGAP命令下载 下载完成后通过UGAP命令解压安装包 干击参数指定解压的目录 然后进入到解压目录里面 使用QM命令查干目录结构 接下来进行文件目录规划的处理 首先创建一个配置目录 用于存放配置文件 将案例配置文件移动到配置目录 然后创建一个自己使用的配置文件 这里先创建一个最小的配置文件 创建配置文件后 还需要设置配置文件的权限 如果不设置权限是无法启动程序的 只允许文件所有者可以读写 用户组可以读取 其他用户没有权限 接下来创建一个数据目录 用于存放GEO数据库的相关文件 干笔参数代表地规创建 然后将GEO数据库文件移动到数据目录 查看一下数据目录的文件 接下来添加可执行权限给主程序 然后将程序移动到用户的并录录下面 也可以使用Into命令来完成 干笔参数代表目录不存在的时候 创建目录 MT554文件的权限 通过干维参数查看一架大额的版本 接下来将服务文件移动到干ETC 干SystemD 干System下面 然后刷新配置 最后启动DAE和设置DAE自启动 启动和重启的过程会比其他程序要慢一点 可能是因为要挂载BPF的程序 启动完成之后查看一下启动的状态 看到ETC running就代表启动成功了 如果你要查看日识 可以通过Journal Control命令查看 你还可以通过BPF2工具查看系统中的BPF程序的列表 可以看到会多了一些关于T-Proxy透明代理的相关程序 也就是大额挂甲的TC程序 有些是亮口的 有些是腕口的 OK到目前为止 手中安装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 为了方便小白朋友 这里也提供了手动安装的一线脚本 基本上Sense OS以及Debian Ubuntu这些常用的发型板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要卸载 可以使用这里提供的列幕命令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官方的一键脚本来安装 不过官方脚本只会安装最新的release版本 还有文件目录规划也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是一键安装和更新的命令 这是一键卸载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用于更新GEO数据库文件的 OK接下来和大家演示大额基本的配置使用 我这里准备了一份基本的配置文件 基本上修改几个地方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需要修改全局设置里面的亮网口名称 然后需要修改自己的节点URI 我这里配置的是一个release节点 如果使用订阅也可以在订阅配置加上自己的订阅链接 我这里的分组设置是使用固定策略 使用的是第一个节点 我这里配置了两个DNS服务器 一个是GoogleDNS 一个是AliDNS DNS除了国内的网站使用AliDNS之外 其他网站默认多是使用GoogleDNS 最后面的是路由配置 除了国内的IP和国内的网站直连之外 默认多会使用代理 OK我先查看一下我服务器的亮口名称 修改一下 节点我这里就不修改了 这里的UI我是可以正常连接的 你只需要添加自己的代理节点就可以了 把配置拷贝下来 回到服务器终端 编辑配置文件 清空 然后粘贴进去 保存退出 重启大耳 重启完成后 查看一下运行状态 OK没有问题 接下来监控大耳的日式输出 首先测试本机是否能够通过代理程序来访问 通过CLI命令请求谷歌 OK没有问题 可以看一下上面窗口的日式 谷歌的请求是通过代理分组出站的 DNS使用的是谷歌的DNS DNS也是通过代理出站的 再来请求百度 同样没有问题 百度是使用阿里的DNS解析的 DNS是通过直连出站 因为是本机访问 直连的请求直接就出站了 所以这里不会打印直连的请求日式 接下来测试一下局域网的机器 修改一下电脑的网关地址 改为透明代理服务器的IP 打开浏览器 先访问百度 没有问题 再访问谷歌 同样可以正常访问 查看一下IP IP也是我代理节点的IP 那就证明大额透明代理程序 已经能够代理局域网的流量 以及透明代理服务器 本机的流量了 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